青岛人州是杜月和李文妹 女士们 先生们 在我右边 青岛人州杜月和李文妹 在我左边 厦门侧房 谈您 陈颖颖 青岛人州杜月发球 陈颖颖接发球 比赛开始 0比0 小岛人州杜月发球 小岛人州杜月发球 可以看出陈颖颖和谭宁两个也是相对年轻的运动员比较有激情一些 小岛人心 小岛人兒 好 小岛人 小岛人 今天从女双的这个角度上来说 青岛这边杜月和李文妹 也是他们的这个常规的组合 青岛这边拍出了他们的主力阵容 厦门这边 其实之前的比赛在女双的当中 厦门的主力这个林辉和颜辰雪 包括像这个乔世俊 今天都没有出现在出场名单当中 两名年轻小将 谭宁 陈一 谭宁在后场的进攻还是比较凶的 冲进也比较足 两名都是这个福建的本土运动员 而这个组合也是在去年获得过 全国羽毛球单项冠军赛 女双的冠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杜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 脱节了 嗯 双方第一局比赛 打得还是比较胶着 因为谭宁和陈颖 其实 算是一队 这个 有经验和 一直在搭配的组合 两个人一直也在配队 所以可能上场 虽然说面对的对手 这个实力很强 杜月和李文妹 但是两个人打得还是 不错 挺主动的 一上来之后 5比5 保持连续的下压 再来 你看 青岛队这边两位啊 这种 防守反击的能力 就非常强 嗯 其实有的时候 已经很被动 但是 在对方进攻 威胁不大的情况下 找到机会 很快就可以掌握自己的主动 很快就可以掌握自己的主动 但是年轻球员会有一些 就是不应该的失误 对 但是他们的防守还是比较从容的 那些 其实有一些 其实有一些中前场的 下压球 他还是 就是 杜月还是 比较能从容的挡回去 对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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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外 变化差一点 嗯 你怎么卖场 顿推后场 骗到了 对 7比9 进攻的主动失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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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这边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 对 对 对 这往前的处理 质量要求太高了 10比10 发接发还是 关键分的 大家都在这个 发接发的环节上 扎得特别紧 杜月的发球 非常可惜 两个人是 这个10比12 丢掉了第一局的比赛 确实还是在关键分上面 对于和 这个有经验的队员相比 处理上还是显得 随意了一些 但是今天这个谭宁和陈颖颖的表现 开局第一局的表现 给我们确实还是有一个很大的改观 相较于 这个前两场的赛事当中 我们看到这对组合上来 之后 他们的 这个表现是 非常积极的 对 充进比较强 对 一号场地 二十秒 一号场地 二十秒 第二局比赛开始 随着比赛的进行 我们也是继续的欢迎大家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通过直播间的留言和我们一起来互动 今天我们请到的结束嘉宾 也是非常年轻的安徽队的队员 庄上位 发球失误 不过 发的挺好的 那个 接发的就没有什么反应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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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了 啊 好的 房票 ikle 蠔 進去 也进攻失误 不过是进攻的落点挺好 对 看到有朋友在直播间问 这个李文妹在国家队的搭档 在国家队李文妹是和这个郑宇 是在一起搭档 在俱乐部的赛事当中 两个人也是在不同的俱乐部 今年郑宇是在升班马瑞昌这边 所以两个人也是拆队 好 好 好 判断还是非常准确 好球啊 两个人速度还是打开了 往前这一拍 连得很快 对连得很快啊 抓得很准 抓得很准确 抓得很准确 全界外 但是可以看得出 陈寅盈他们这边的防守 其实也是比较扎实 嗯 保持连贯的进攻还不错 坦宁这边 还是啊 这种久攻不下之后啊 心态上还是会急于得分 一个揭发球的失误 好像召集了一些 7比4 机会 进攻失误 对 这种中半场的 就是对于 就女孩子来说 就这种能力 没有到达那个 嗯 这一排杜月在后场的进攻 显得有些勉强 其实李文妹在前场也一直想 抓这个 往前的机会 呃 谭宁和陈寅 这边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两个人其实配合 嗯 比较默契啊 是的 然后手上实力也比较强 对 毕竟去年两位搭档也是拿到过全国的 这个女双的冠军 所以今天 虽然说对手实力肯定还是会强强一些啊 但是 两个人在场面上还是可以跟对手去 抗衡 这个抗衡 对 终于风 厦门这一侧啊 确实很考验 队员这个适应 场地的一个能力啊 调整过来之后啊 面对着稍微有一些顺风的情况 特别是这种后场的球 一定要控制好 6比9 6比9 1点 3 6 10比6 来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11比6 这样的话青岛这边是拿到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 大比分 2比0领先 这是双方的第三场较量 前两场青岛这边都是以3比0的比分 赢掉了对手 所以这场比赛如果说厦门这边还是这样的节奏的话 杜瑜和李文昧再拿一局就会帮助青岛队继续保持全胜的战绩 1比5 再开始 停 来看双方的第三局 阶内 双方的15 也比较 平行边线一些 李文妹再想去反应 击这个球的时候 落点已经太低了 来不及了 两人防得不错 还有 漂亮 看出他们的手上实力 还是真的很强 对 而且两个人 在游手转攻的时候 这个 非常清晰 两个人的轮转换位 但这边 也是抢得非常快 第三局两位 还是明显 上来之后 加强了进攻 球的给的质量 比较好 嗯 一过往就往下落了 看到了这个空档 揭发失误 还是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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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給的壓力也比較大 防守壓力 一個發界發第三派的失誤 多月的發球 這邊陳隱和譚寧其實比起來還是這個譚寧的進攻更具威脅性還是更穩定一點 陳隱在後場的進攻這個成功率不是很高 好球啊 抓到了 嗯 陳隱在往前封的不錯 連續進攻的能力還是比較強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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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可惜啊 差一点 还是有意识的去变化 去调动对手 确实啊 厦门这边自己的失误还是多了一点 好球啊 9比4 进攻 对 很好的把握住了这个场点啊 从而非常轻松的 11比4拿到了第三局比赛的胜利 我们也是再次恭喜杜月和李文妹啊 在拿到了这场女双的比赛之后 也是帮助了自己的球队 青岛人舟 3比0战胜了厦门特房 其实对于谭宁和陈颖这场比赛来讲啊 两位 还是表现的不错啊 我们看到了这两位年轻小将在场上的一个拼劲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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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